這個少林的武功經濟 吸睛功夫十分了得 現在更厲害了 進軍到抖音 而且連八歲的小網紅 都可以來搶錢 先來談世永信這個人 世永信的前半生是一段謎 為什麼呢 家裡非常辛苦 安徽人 十五歲之前 沒有人知道他做什麼 連小學 連國中在哪邊念的都不知道 但各位不要忘了 他今天這麼大的一個版圖 他最高 只有最高學歷 他的最高學歷叫做NBA 各位神奇吧 但我們不得不說 世永信真的是一號人才 先來說 他十五歲的時候進少林寺 到了十六歲才能夠當習武生 請注意 那個生是生人的生 所以他是真的家裡面 真的太窮了 他就出家 結果出家之後 少林寺上上下下 一萬六千個人都要吃飯 那大家突然間發現 大家都在習武 大家都在念經 每一人會算數 世永信沒讀書 有沒有讀書 不知道 但他算數非常非常好 方丈大人一看 這個人是個人才 把他提拔上來 想不到少林寺 從此發光發熱 為什麼呢 在中國先說 少林寺可是中國的一個國寶 而世永信也不得了 他是世界的人大代表 但世永信不喜歡人家 叫他方丈大人 他喜歡人家叫他少林CEO 而這個少林CEO 錢有多少呢 先跟各位說統計不出來 為什麼呢 我們再看下去 你就知道 我們上次聊過 外面一切都是低估的 為什麼錢會統計不出來 但我們不得不說 少林寺現在 真的是太會做生意了 現在呢 先說舞聲唱Rap 神奇吧 然後呢 表演可以喔 然後呢 做服裝 展現也行喔 現在他們還發現了一招 你知道對於女生 什麼招數都有用嗎 小孩子 對 可愛 對啊 可愛的小孩子 那我們目前就發現 這些所謂的小武生小網紅 不得了啊 唱Rap還開MV喔 然後這個MV呢 先說聽完之後好洗腦喔 那這個洗腦呢 一洗下去 洗到誰呢 洗到大姐姐們 洗到阿姨們 那個鈔票 源源不絕而來 但我們不得不說 這個罪奶拳喔 真的是打得還不錯 每個人都是打得有聲有色 那你知道特別是那個小孩 說什麼你知道嗎 說師傅 我堅持不住了 各位你去想 要嘛就繞在樹上 要嘛就在做核心群群 他說我真的堅持不住了 可是呢 先說 這些小生人啊 真的是擄獲了非常多大陸人的心 那既然網紅會紅 抖音會紅 各位 鈔票自然會 源源不絕而來喔 現在叫做習武賺錢啦 但先來跟各位談喔 一直跟各位說 中國少林 中國少林 中國少林從公元495年 就有到目前為止 時間已經超過了一千五六百年喔 但現在為什麼少林 是能夠發光發熱呢 一方面是中國的國際化 另外一方面也是要對抗法輪功 但我們不得不說 剛剛不是跟各位談嗎 少林寺的錢多倒數不完 為什麼呢 我們先來看喔 現在的少林寺打的叫世界盃 慶儀我跟你說喔 你不要看這個少林寺這樣子喔 你知道這塊在哪裡嗎 還有倫敦 倫敦喔 市中心 然後這塊地旁邊都是非常高級的商業大樓 他少林寺在這個地方開學校 然後倫敦只是一個特例喔 目前少林寺打的世界盃當中 包括德國的柏林 包括奧地利的維也納 包括倫敦四十多地 全部都有 少林寺有投資部門 不是投資部門 他們的定義叫做弘揚佛法 推廣武學 你如果說純粹就投資部門 太low了啦 我們這個是要幫你救來生 要幫救各位的一個身體的 這個各位 這個才能夠弘揚佛法 但這個弘揚佛法 真的神了 為什麼呢 現在有寺廟 這個應該嘛 對不對 澳洲少林寺 有一塊地 他們說本來要開廟 結果澳洲政府說 那個是商業區不能夠開廟 那我開飯店可以吧 各位四星級飯店 就開四星級的飯店喔 然後又有一塊地四三年保護區 他們說 那既然有這麼多人要來 我們就開高爾夫球場 然後呢 現在跟各位說 真的神的 有寺廟 有飯店 有高爾夫球場 還有工夫學校 工夫學校是各地都有 所以呢 先來說 少林寺有沒有錢 這個還是國外部位而已喔 國內部位還有更好的 先來談 之前不是說很多人都在要求代言嗎 這個就跟過去的大甲媽有點像喔 各位有沒有發現最近你把那個網路打開 哇 那個大甲媽的廣告特別特別多 那為什麼呢 那個都是置入 那我們先來看這個叫五倍智喔 五倍智在幹嘛呢 這個升服誰要穿啊 可是現在大家穿什麼呢 穿潮服 所以各位有沒有想過 少林功夫可以加上時裝設計喔 而且這個時裝設計我看一看 還蠻好看的 很多小朋友的衣服很亮麗 而且穿起來很舒服喔 重點是非常具有現代的 所謂的潮風跟運動風 所以據傳說也賣得非常非常好喔 那現在除了這個之外 之前有跟各位說他們異業結合嘛 那異業結合要剛剛好 因為上週有跟各位說 那個舞森 教那些穿泳裝的那些 所謂的少女們在選美比賽 那個是有點太誇張 但現在的異業結合呢 包括了展場 包括了秀場 包括了旅遊全包喔 我剛才還在 還在跟現場的來賓在聊喔 他說他去少林寺的經驗跟我去少林寺的經驗 其實少林寺先來跟各位談喔 少林寺其實他在整個山上跟整個山下 包括了武術學校 包括山上的一個森房 其實他的整個設備是非常非常多的 而且呢上去你也不要以為說 上去都一定要吃素喔 像我們就呆呆的上去吃素 到了晚上肚子真的是餓到受不了喔 可是其實他們也有婚菜喔 他們有幫整個旅遊來做吉他的 但現在我們來談一件事情喔 少林寺還跟政治有關 而且這個政治有關呢 最近還跟現在的最新的一個時事有關 就是普丁曾經到少林寺座 為什麼呢 他要見識一下勢永信的威力 而且他言出必行喔 然後普丁到的時候呢 各位這位就是勢永信 對不起畫面有點模糊 這個是普丁 然後你知道普丁到了少林寺之後 少林寺 普丁這個人 有豪宅 有名車 有保鏢 又是全世界最有權勢的人 你知道他心中最想要什麼嗎 宋台本武功秘籍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普丁自己本身是武術高手 我好奇要送他哪一本 不知道他送他哪一本武功秘籍 但普丁他本身 他本身是一個武術高手 各位不要忘了 普丁從小他就摔柔道 那為什麼從小摔柔道呢 被霸凌 然後他老師就跟他說 哎呀你這麼瘦小 你真的要學習武術 然後學習武術 也因為他學習武術 後來去參加情報員 到了東德 沿路一直輾轉之後 他成為了俄羅斯最高的一個領導人 那我們就最後來看一件事情 普丁到了少林寺之後 你們少林寺的武功天下無敵啊 那大家來比劃一下吧 所以我們就可以發現 這個是普丁 這個是少林寺的一個武生 他們還特別找一個說 要找一個身材差不多的 因為普丁的身材比較矮小 所以找一個比較矮小的武生 各位還真的現場比劃了一下 當然這是過去的事情 但目前呢 少林寺很多人說 他財產到底有多少呢 我要跟各位說 這個真的沒辦法算 為什麼呢 可能連勢永信他本身都算不出來 然後慶祝我要跟你說一件 更神奇的事情 全中國人都知道 勢永信有一個凡間代理人 這個凡間代理人 我們家方丈大人 很多事情不能夠親自出面 所以他在整個松山少林寺下面 有很多的律師 跟整個所謂的經紀人 幫勢永信處理凡間的事情 各位就知道少林寺 多麼的財富 多麼的可怕了 velocidad 就定下人了 電影 宣誘 我們 現在 大型 與 開不 師